北京时间8月4日消息,中国女排黄金一代主力成员杨浩近日接受新京报,采访时透露了很多雅典奥运会夺冠,北京奥运会冲击失利的幕后故事。 也发网友热议,在谈到中国女排黄金一代,能以并不注重的身体条件,却依靠整体配合,和快速度变得大法赢的2004年雅典奥运会金牌时,杨浩说,那时,国家对集训从来没有休息过一个全天,只有周末能休息半天。 2001年,2002年那两年,冯昆经常晚上加劣,周末也在传球训练,强度超高的训练,保证了中国女排的好成绩的同时,也给黄金一代的队员带血了伤病。 杨浩介绍说,2004年过后,虽然那会儿我们年龄都不大,但伤病开始来了,可是又不能休息,因为都知道2008年奥运会在家门口。 从2004年到2008年,参加布雅典奥运会,还在队里的队员,美中可以多休息半天,但也不是全天,只是多了一个半天。 当被问到北京奥运会为能在主场实现威勉的原因时,杨浩表示,伤病算是其中一个原因吧。 当时很多队员的伤病都挺严重的,张运瑞2004年受伤之后,一直都在康复。 2008年他打的也不是特别多,包括冯宽,他做了两次膝关节的手术,我自己则是膝关节和摇斗有伤。 此外,杨浩还透露了北京奥运会办决赛,输给巴西对后休息室里的一个细节,周苏鸿在休息室里大哭了一场,都哭昏过去了,我记得最后是教练把他背出去的。 其实大家都知道,对周苏鸿来说,北京奥运会亦非凡,本来他和汤鸟约好一起打北京奥运会,各自尽最大努力帮助球队,但没想到汤鸟意外受伤了。 最后,两个人的奥运会他一个人扛着,所以,那场球下来他特别难过,不停地哭,我们却了好久也不管用。 即便后来回到奥运村,他也没有吃饭,直接回房间休息了,看到杨浩在采访中透露的这些幕后故事。 不少网友表示很感动,看周苏鸿那一段,都快看哭了,周苏鸿,啊周苏鸿,真是丁海神针,至今仍然为周苏鸿和汤鸟感动遗憾,两人如今各自安好,一姐弟相称。 但还是不得不说这绝对,是中国台台最美的爱情故事了,每次看了都想哭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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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